空嶺敲地650次海失眠 他氣得求償20萬 住在大樓社區裡常有各式各樣的噪音 超鬧人 住在新北市中和這處社區二樓的一名誠信男子 就對三樓鄰居提告指出 他常被敲地或敲牆等聲響 超得不得安寧 還出現憂鬱、甘險等候遺症 去年5月起 他拿分配器測量並露營等方式搜證 記錄超過650次聲響 他也曾到三樓家裡查看 發現有敲擊痕跡和木棍 他因此求償20萬元 並要求鄰居不得發出超過57分配音量 但三樓住戶便稱噪音不是他們發出 他們小孩就曾因彈鋼琴 引起四樓住戶抗議製造噪音 他們也為此早上管委會協調甚至報警 而家中那些痕跡是被人闖入破壞 木棍則是用來情資租網 因他們也是噪音受害者 決定賣房搬走 法官審理後認為 射出社區物齡20年 又是整排聯動隔音不佳 已無法證明噪音是從三樓傳出 因此判誠信男子敗訴 動新聞新北報導